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叫用这个王立先生古代汉语里边的词呢 叫古汉语通论 其实咱们已经讲了几个内容了 你像咱们讲的这个工具书简介 这可以作为通论的第一部分内容 第二部分内容咱们讲的是词类的活用 现在开始等于是讲古汉语通论的第三个内容 就是词的本意和隐身意 本意本来的意思隐身意 这个咱们大家都听说过 其实这两个词呢 在我的讲课中已经多次出现了 但是在这儿呢 咱们再把它比较系统的总结一下 明确一下 到底什么叫本意隐身意 讲这有什么用处 咱们再把它非常明确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什么叫词的本意 就是词的最原始的意思 最原始的意思 就是这个汉字产生了 那么它应该有一个 在它产生造这个字的时候 它应该有一个意思 比如牛这个字 那么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基角 然后底下一横 这儿一树 再加过来是这样 和咱们现在牛写的楷书有点相似 比较接近 那么这个形状你一看就很牛 像这个大象的象 你一看它就是 一个有长鼻子的 而且那个体积很大的动物 那叫大象 所以这个像大象啊 像这个牛 这样的字呢 它的本意 它最原始的意思 肯定就是这个东西 就很多象形字 你像日月 这些都是 那没有意义的 但是也有很多汉字呢 你现在呢 你不好考察 它最原始的意思是什么 只能根据现有的文献 来考察出 它大概其实是什么意思 这样呢 我们也把它叫 这个本意 所以呢 今天咱们后边再加一句 词最原始的意思 在下边还得加上一句 今天所讲的 这个本意 主要是指 从上古文献 包括甲骨文 所能够证明的本意 那么这个 就是通过上古文献和甲骨文 来考证 这个字的意思 这样它 即使不是它最原始的意思 也是它比较接近原始的意思 你像这个 维子 它实际上呢 也是用六书来讲 它是会议字 底下是一个大象 上面是一只手 这样咱们就通过这个 你分析 或者通过这个 其他文献 这是甲骨文的 这是以甲骨文为 依据 咱们来分析它 那么它就应该是 做什么事情的意思 所以这个唯一字 它的本意 就应该是做 古汉语的单音词 古汉语里边呢 单音词比较多 现代汉语里边 双音节词比较多 国家呀 家庭啊 当然在古汉语里边 单音节词比较多 单音节词呢 就是一个字 就是一个词 这个单音节词呢 它往往不止 只有一个意思 不只有一个本意 它有很多隐身的意思 那么在这些许多意思里边 其中应该有一个呢 是本意 或者是最接近原始的 本意的意思 就刚才说了 咱们现在文献能证明的 它的本意 其余的呢 咱们都把它叫隐身意 本意只有一个 你像这个牛子 那它的本意 就是这动物 就长着这大鸡叫做动物 刚才我说这牛呢 我估计应该是 南方的那种水牛 那鸡就是非常大 但是呢 那牛子呢 它在现代 在现代汉语里边 也有隐身意 说这是真牛 中国真牛 这个呢 就是隐身意了 那么到底什么叫隐身意呢 就是从本意中 隐身发展出来的意思 这叫隐身意 这个呢 咱们下面呢 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你比如 这个日 它这个甲骨文字字形啊 就很像咱们现代汉语里边 那个约子 它是扁扁的 一个 然后中间 还有一横 这个 也许它是看到了 这个出生的太阳 出生的太阳 有时候发扁的 这不知道为什么 它会画的这么扁 在甲骨那边 也许它圆的 地楼圆的 它的甲骨 是没法刻 它是刻的比较方 这个原因就不是太详细了 那么日这个字呢 它本意呢 没得说 那 它这就是象形字 就是太阳 那么这个例句呢 就是咱们刚学的 春日迟迟彩环七夕 春天的太阳 这个很缓慢 就是说 这个天变长了 就是这诗经七月里边 春日迟迟 这个日就是太阳的意思 那么 从这个太阳的意思 又引申 大家看 第二个意思呢 是白天 因为太阳出来 它肯定就是白天 所以从这个太阳的意思 引申出白天的意思 这个例句呢 也是诗经里边 里边有一句话叫 夏之日 冬之夜 夏之日 这个 这不是夏天的太阳 而是夏天的白天 冬天的夜晚 这从这冬之夜 你就可以知道 这个日是白天的意思 第三个意思是 每天 从白天 又引申出 每天的意思 所以这个隐身的这个线索 还是很清楚的 这个例句 咱们大家也都知道 就是 无日三省无身 无日三省无身 应该这么念 就是我每天 都三省 反省 这个三呢 是虚数词 多次 多次的反省 我自己 这样呢 他这个 非常的 要求自己严格 这是 孔老夫子说的话 论语学二篇里边 第二个字呢 咱们 已经讲过 就是这个 冰封里边 诗冰封七月里边 就是塞象景乎那个象 这个象呢 也是象形字 咱们跟大家说过 它本身呢 就是一个房子的形状 一盆一纳 然后是小斑朗树 一个房子 在加工那边 然后呢 正中间呢 有一个窗户 接近口子的那个形状 这就是象的这个 甲骨文字字形 所以呢 它是最早的意思 它的本意就是窗户 这诗经理 塞象景乎 而且呢 这个窗户呢 应该是朝北的窗户 那么 从这个朝北的 窗户 又引申出 这个抽象的意思 咱们这个 上级课刚讲的 塞象景乎 这个象 引申出 朝向对着 战国策里边 北向迎焉 就是 朝着北方 迎击 焉国 从这个朝向对的 又引申出 以前往昔的意思 象无不为思议 古车的说里边 对我们中学学的课文 那么 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比如这个 提刚的刚 大刚 这个钢字呢 是烂角丝 这么一个钢的 它的本意呢 大家看呢 它的部首呢 就是这个烂角丝 所以呢 它本意呢 就是既往的大绳子 上书攀庚 里边有这么一句话 叫若往在刚 有条而不稳 有条不稳 这个成语就从这来的 若往在刚就像网 挂在这个 记忆网的大绳上一样 咱们看 不知道大家看见过吗 那鱼网 你要把那鱼网一大摊 你怎么把它拿起来 中间有一根绳子 大绳比较粗的 你提的绳 整个鱼网就提起来了 所以呢 这个举动就变成了一个成语 叫刚举木章 你只要举起来 这个大绳 那么木章 木呢 是指那个鱼网的网眼 它鱼网的网眼 它就张开了 你要不举这个 它整个就是一大堆 摊在那 你也看不见网眼 所以这个呢 叫刚举木章 最早是这个意思 当然后来 它是引申出其他的意思 所以这成语 也有本意和引申意 那么从这个意思 因为它起的这个 很重要的作用 这钢对于这鱼网来说 非常重要 所以呢 它引申为 事物中起决定作用的部分 这个比如 北石里边有这么一句话 为正贵当举钢 就是治理国家的正事 最可贵的在于抓住 这个有决定作用的部分 为正贵当举钢 又从这个起决定作用的部分 又引申出秩序法纪 比如咱们经常说的 三钢五常 均为成钢 复为子钢 复为七钢 五常是人意理智信 三钢五常 这个钢 就是 秩序 法纪 的意思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